记者林嘉东基隆报道,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既是杨生颖,与东北角峰景区管理处既是范世强,在办理工程发包、监造时,分别收受业者44万与10万汇款。 基隆地检署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罪,嫌将两人起诉。 其诉书指出,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简称产发处,既是杨生颖2013年起至2017年间,办理正编于港博区及八豆子于港业传道周边水域输郡工程,望海巷于港博的郡深工程等13件招标案,预算总金额为1266万8968元。 基隆地检署指挥廉政署与法务部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追查发现,13件招标案均由京祥公司被标承拦,负责人周宗贤明之畅发出既是杨生颖为采购案设计,兼造承办人,周为了感谢杨在采购案的履约过程为刻意刁难,自2015年5月间,将10万元现金装在牛皮纸袋内,交给杨石说,这是红包, 请多照顾一下暗示杨质贷内有汇款,隔年又继续行贿杨,累计至2018年止,共计行贿杨44万元,直到周今年因令案被检方收押,杨派东窗事发,透过检信有人贷为将24万返回给周, 但检忘了此事,把24万元一直放在自己的车上,直到连正署追查上门,检才详细此事,把24万元交给连正署,周宗贤不止承拦基隆市政府工程行贿公务员, 标下东北角封景区管理处2015年的龟山岛南阿码头设计工程委托设计监造工作服务案后,为了感谢承办及事范市强,于监造,履约过程为刻意刁难,跑到范的办公室交付10万汇款,基建认定, 杨派两人涉犯贪污制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对于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周则涉犯贪污制罪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第二项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